剛剛總統宣布要開放的時候 國民黨所有在立法院委員聳聽 我想庭輝應該很清楚 他說什麼 他說我介紹的幫忙 刺激的氣溜溜 說我違背良心 我當時我會回頭 我是刺激 剋刺激大閃 剋刺激去美國獲得獲得 我哪有可能給總統做一個決定 違反了這樣的豬農的照顧 結果今年你看 今年租價是可提議完之後 最好的一個時間點 完全沒有崩盤 而且不只這樣 因為我們的配套措施做好 什麼叫配套措施做好 就是說讓消費者去餐廳去桌 你都要標示產地來原國 我們問所有的消費者 他當然大家對我們的國產租 非常有信心 所以自己率 以前都八九三 現在是九三 所以自己率 自己率什麼意思 就是國內兩千三百萬個消費者吃的豬肉裡面 有多少來自我們辛苦的臺灣的養豬農民 對 九三三 國產豬 二零零二開放以來最好的 那像這樣的話 第一個豬農也沒有價格崩盤 價格維持很好的水準 那消費者很清楚地在市場上有所選擇 市場沒需求 就沒去賣 農民賺錢 總統跟院長又給農委會一百二十八億 要把養豬產業的序幕的那些環保問題 設備全部更新 為什麼要有這個公投 公投過了台灣真的倒退 所有的那些經貿絕對很難以再加入 甚至國家的誠信會受影響 所以這個公投案知識體大 所以我們當然有責任 即使不管再怎麼累 你說身體那無關 因為這個公投案過了 沒有 你的身體沒過 會受影響 是 謝謝主委 來我請教郭博士 這個NASA科學家 你覺得有人說這不是食安的問題 那不是食安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同一票的還是大與不同一票 來 郭教授 我先要符合這句話 不是食安的 完全是政治操作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我在NASA工作了三十幾年 那我從一開始 我就開始做這個參與到這個 太空食品的食安的問題 我甚至設立一個食安檢驗室 包括水質的空氣質 都是我有參與的 你知道嗎 NASA有兩百多個 兩百多個人就負責一些太空人的 在太空中的健康的問題 兩百多個 你看要花多少金費去維護 這個太空人健康 但是太空人每天吃的 在太空中吃的 回到家吃的 都是美豬美牛 對不對 而且是美國人平均一年 是吃三十公斤的美豬 三十七公斤的美牛 總共加起來七十幾公斤的 含有萊克多巴胺 從1999年到現在 雖然到2018年以後開始降低 那是因為非洲豬瘟的關係 很多國家要進口美豬 但是要求說不要萊克多巴胺 但是所以美國人才 為了配合外貿市場 才把萊安的使用降低 但是在前面18年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含有50個PPB的 萊豬萊牛 是我們台灣標準的五倍 那我們花那麼多錢 這個維護太空人的健康 你說我們會給太空人吃 有毒的東西嗎 而且是五倍 五倍 假如有毒的話 我們這些人怎麼 他們怎麼在上面能夠活了一年 在地上 不要講太空人 你說他們身體很健康 我們講美國 美國三億三千萬人口好了 他們在已經過去的21年 他們也吃了50個PPB的 萊豬萊牛76公斤 這也是你說每天六公斤 連吃六年才會有影響嗎 來自於NASA科技家 我要提供更多 萊豬健康的證據 大家都知道 第一張這是美國豬 第二張這個是台灣豬 你可以看到說 肥肉的部分 美國豬是比較少一點 為什麼 萊胭的作用是 要增加瘦肉 減少肥肉 為什麼 因為營養家要求說 這個要取用的 飽和脂肪 飽和脂肪要降低 膽固醇要降低 所以每主角都能夠瘦一點的話 我們食用的飽和脂肪 跟膽固醇就會降低 事實上是 跟萊豬跟非萊豬 比较 萊豬事實上是比較健康的 然後你為什麼說 這是美國過去 2004年到2014年 它的各種心臟病的走向 2014到2014 所有的曲線都是往下走的 表示說心臟病的人數是降低 我們有一個醫生叫做蘇偉塑的 他說食用萊克多巴胺會增加心臟病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心臟病都降低 我們再看死亡率 心臟病死亡率的話 也是往下走 所有的曲線都是往下走 我們再看 他說美國人因為吃了萊克多巴胺 來禮物以後 你那個數字是跟吃這個 美國豬肉有直接的關係的趨勢圖嗎 這個不是直接有關係 只是一個跟豬肉沒有關係 他只是說從那一年到這一年 他的曲線是這樣子 他沒有說是因為吃了什麼東西 我是說 因為蘇偉說 醫生說是吃了這個萊豬以後 美國人的心臟病增加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科學數據 去證明中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平均年齡好了 這個1999年 他說吃了會短命 俄國的一個數據也說吃了這個萊豬 萊牛以後會短命 你看這個底下這個數字 200年是76.75歲 到2011年是78.64 事實上是增加了兩歲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2012年開始 到20 這是事實上是2019 他這2020年是寫 事實上是2019的數字 是78.93 這個10年間沒有什麼變化 唯一變化是去年 2020年 突然間降了一歲多 哇 國民黨很高興說 你看吃了20年以後降了 這個突然間就降生命降了一歲 不是 是去年有75萬的美國人 因為武漢肺炎 早死 對 所以呢 根據這些數字 我們就很清楚看到 不但沒有心臟病 不會心臟病 而且生命還過去了20年 生命是一直在有提高 是 所以我認為這個 國民黨用這個毒株來形容 這個萊豬 這對美國人是一個非常 無恥的一個侮辱